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興又在這邊跟大家空中聊聊天 今天我們延續上一次跟上上一次的話題 我們繼續來跟各位聊聊FD3S 馬自達第三代RX7這台車的故事 好的 這台車我們已經透過兩集的節目 來跟各位介紹了 我們第一集節目主要是講這台車開發的背景 第二集我們來講講這台車子它的外觀的設計 今天我們這一集主要來跟各位 從內裝的設計開始講 那麼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 不得不說這個RX7這台車子光是第三代 我就研究了兩個禮拜 所以我們的節目今天應該不會是最後一集 應該之後還會有 應該因為這個車子真的是有太多東西可以跟各位講了 那我們就慢慢的細細的跟大家來品味 RX7第三代FD3S它的故事 好 我們之前講到它的外觀的設計 基本上是從零開始 既要保有讓人家一望極致就是這台RX7 但是又不能恪守上一代的模式 所以這一代的RX7的外觀跟上一代 基本上上一代直線很多 那麼這一代第三代的RX7 基本上外觀已經沒有什麼直線的線條 都是很圓潤的線條構成了 至於它的外觀 我們上一次有講到它的車身 它的車頭車尾 有個東西我們還沒跟各位講的是什麼 它的旅圈 本來在提案的階段 他們有人說我們是不是把旅圈做成轉直的造型 因為在這台車開發外觀的時候一直要強調 我們不然要凸顯轉直轉直轉直 如果在旅圈也把它做成轉直的不是更好嗎 雖然他們在一開始外觀的旅圈的提案當中 是有轉直引擎的結構 那麼它的旅圈後來變成選配了 是一個三爪型的旅圈 那把旅圈中間蓋打開 它裡面就是一個轉直的結構 那之所以這顆旅圈沒有變成標配 因為我們都知道RX7它從頭到尾 除了最後一批的SpiritR以外 基本上都是配五爪的旅圈 主要是因為三爪的旅圈 它製作的成本比較高 然後還有它的重量也比較不理想 五爪它的重量比較輕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旅圈 你越多爪它的重量分配會比較好 越少爪它的剛性要非常的強 不然它容易變形 所以這顆三幅的旅圈 就變成RX7的選配件了 那海外能不能選配我不是很確定 我確定日本是有看到這個選配件的 好這是我們跟外觀上面 跟大家補充了一下 那麼它的內裝是在1987年的5月 開始內裝的設計 跟外觀一樣同樣由廣島本社 美國加州設計室 還有橫濱設計室的提案 那麼這三個提案其實也不大 這個真的是差很多了 我們看一下當初的圖 那這個廣告本社最初的提案 是駕駛座跟乘客徹底的分開 但是它的中後台是完全對稱的 因為我們去看這個FD它的這個 量產車的版本 它的駕駛座跟乘客座是徹底分開的 可是它中後台是沒有對稱 所以一開始最早這個本社的提案 它的中後台造型比較像NSX 比較像這個300ZX這樣子 那麼這個加州的提案 它整個中後台造型是比較圓潤 那橫濱的提案 它做的是比較高級的 就是說它做一個L型的中後台 並且有類似像當時 Mazda Cosmo的雙層中後台 那當然了 因為這個橫濱的這個版本 它不夠運動了 所以它沒有入圍到決賽 那最後採取的是這個廣 這個廣島本社的提案 那再加上這個加州提案的 這個圓潤化的造型 那它內裝設計的主軸 是令人心動的人機一體 藉由緊湊的空間構成 駕駛這一邊是徹底的駕駛空間 各種面板是圍繞了駕駛者 所以各位看到它的中後台 是傾向駕駛者 各個操作界面都是圍向駕駛者 那感覺乘客就在旁邊 也不算納涼 反正乘客就是安心的乘坐 放心的把各種操作交給駕駛者 所以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馬鞍中船隔開 那麼另外一個是說它的指針 也維持第一代以來的一個傳統 就是說它指針最中央是什麼 是一個轉數表 而且轉數表相當的大 然後指針的外框有做一個鍍鉻 內裝的顏色主要的視覺是採用黑色 本來他們是在提案的階段有說 是不是要加一些銀色的飾條 看起來比較現代化一點 但是因為這樣看起來就比較高級 不符合它運動化的風格 所以這個後來就沒有進到決賽 那麼內裝除了黑色以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紅色 紅色是給量產版的TypeX 黑色或是銀色外觀 可以選配紅色的內裝 那麼另外針對北美市場 因為北美市場比較喜歡米色 所以RX7的美規是有提供米色內裝的 那麼FD它的外觀車色 總共有五個顏色 有紅色、銀色、黑色、黃色、淺綠色 還有深綠色 那後面這兩種顏色 其實在前些時候的第一代RX7 第二代RX7都沒有見過 各位 黃色的FD 大家會覺得很理所當然 是因為頭文字D的關係 但是FC基本上是沒有黃色的 所以原廠他們也說了 黃色跟深綠色這兩個 是為了反映當時的時代潮流 所增加的比較趣味性的顏色 各位會發現到一個問題 好 你說FC它沒有黃色 那你想一想 在頭文字D的漫畫看不到顏色 在卡通裡面 高球兩界開的是白色的 為什麼FD沒有白色 這個你真是問到點子上了 用大陸話來講 你真是問到點子上了 其實RX7在FD的時候 也不是沒有白色 但那都是特試車 尤其什麼 最後一批的Spirit 主打色就是白色跟深藍色 但在一開始的時候 為什麼它沒有白色呢 是因為他們把銀色弄得很接近白色 而且他們希望這台車子 可以走出FC的身影 因為FC它賣的車子 白色占了很大的一份比例 所以它乾脆在FD的時候 乾脆把白色給拿掉 來試看看 至於它的深綠 其實它的深綠是有點深藍 它在太陽光強光照下去的時候 它一下是藍一下是綠 有點變色的這種掉調 至於它的另外一個新增的黃色 因為它使用了MICA色粉漆 所以它的深邃度是很高的 我們在實車上來講 看得出來它有很多不同層次的變化 好 這是它關於外觀車色的一個選擇 那麼FD這一款車子 是在1991年的10月16日 東京車展開幕前9天 在東京帝國飯店的孔雀間發表了 同時間發表不只是RX7 還同時發表了Anfini這個經銷體系 我們在之前的節目有跟各位講 FD這一台RX7正好面臨到馬自達打算 要擴大成五個經銷體系 那麼其中RX7就被分配到Anfini這個品牌通路 去做一個高級的旗艦跑車的形象 所以同一時間他們也發表了Anfini整個經銷體系的架構 並且也告訴大家Anfini不只有RX7以外 還有所謂的MS6、MS9跟MPV MS6是什麼東西呢?就626了 那MS9是什麼東西呢?就929了 MPV什麼東西我就不用多講了 那麼這個車是在12月1號正式上市的 那既然它這個車子是屬於Anfini這個經銷通路的旗艦跑車 所以FD一開始它的名稱叫做Anfini RX7 這個上一代跟上上一代都有所謂的Savena RX7 Savena這個名稱就取消掉了 那要一直到Anfini後來消失了之後 這個經銷通路消失了之後 FD才正式稱為Mazda RX7 當然這是指日規的版本 這個歐歸也好、美歸也好 基本上它一開始就是叫做Mazda RX7 RX7在FD剛發表的時候呢 這個驚為天人 首先第一個 它這個車子呢 這個馬力拉到255匹 比起上一代的渦輪增壓版呢 多了50匹 然後又是四輪雙A倍 又做了這個序列式的渦輪增壓 感覺不太出這個渦輪磁質 那麼車身徹底輕量化 配了這個全鋁合金的懸吊 造就了這個一匹馬力負擔4.9公斤 這個超低的馬力重量比 那麼它在發表的時候呢 正好是日本泡沫經濟的最巔峰了 所以呢 這一開始的這個銷量口碑都非常的好 並且還獲得了第一屆RJC 日本RJC Car of the Year 這個頭銜了 但是呢問題就出來了 它在日本這邊 雖然賣得很好 靠著泡沫經賣得很好 但它在北美這邊呢 很快就遭遇到問題了 我們在之前節目也跟各位講 在FD的時候呢 開發階段他們有預測 日幣對美金的匯率會不斷的升值啊 所以FD在美國的價格呢 會競爭力會很低了 然後呢 他們當時預測說 FD大概那個時候 大概日幣跟美金的匯率大概是在130 140 沒想到呢 很快就來到1比90的這個史上的新紀錄啊 所以呢 這個車在美國的售價非常的貴啊 甚至在歐洲也是超級貴啊 然後再來就是它在北美的保險費也是大增啊 所以呢 這個車子在北美一開始上市呢 就遇到了很多的問題 甚至呢 到了1995年就不再銷北美了 數量非常的少 那歐洲也大概在1995年之後就沒了 那不過呢 在日本這邊啊 雖然泡沐巾瓦解 不過呢 日本人對於RX7 FD這台車真的是不離不棄啊 所以這台車子呢 總共生產了11年了 而且幾乎是 兩年就做一次小改款了 期間有所謂的R1 R2 R3 R5 R6 我們一般俗稱的代號 還有最後一批的Spirit R 所以呢 這個車子算是當時 九年代日本這些跑車當中呢 生產年份最久的啦 大概算是這個最後一台停產的 應該不是最後生產到21世紀的唯一台車 因為你看 Supra 300ZX R34 GTR 3000 GT GTO 這些車子都比RX7 FD更早停產了 那麼這台車子呢 它的在日本的銷售數字 我們在這邊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在1992年呢 那一年剛發表的時候 因為他是1991年12月上市嘛 所以1991年我們不要管 1992年那一年呢 因為泡沫經濟還在巔峰啊 所以他賣了14000台 將近14000台 那93年呢 因為泡沫經濟在那一年開始瓦解 所以那一年就直接腰斬成6000台 94 95 96都還有4000多台 這算是不可思議的程度啦 因為那時候泡沫經濟已經徹底瓦解囉 那97呢 盪到3000多台 98呢 因為亞洲金融風暴的關係呢 只剩下不到2000台 可是99年又拉起來將近4000台 2000年 2001年呢 都還有2000多台 2002年推出Spirit R 最後一批 這個末代的限定版的之後呢 推到了將近4000台啊 甚至2003年都還賣了400台 那2004年我們看到有一台掛牌了 這台車到底怎麼來的 我也覺得很奇怪 所以呢其實 你對照起我們剛剛講的其他這些什麼 300ZX Supra GTO Mazda FD的銷量 在日本來講算是很不錯啦 好那在日本一開始 它發表的陣容呢 我們也幫大家整理一下 一開始它左右三款車型 一個叫Type S 一個叫Type R 一個叫Type X 那它的定位呢其實也很簡單 Type S算是一個入門版的車子 所以它價格最便宜 那Type R呢算是一個中間的性能化的車款 Type S呢算是一個旗艦化的車款 所以價格Type S最便宜 再來是Type R 再來是Type X 那其實呢它入門的Type S配備就已經不錯了喔 它已經有16吋鋁圈啊 有LSD ABS 動力方向盤 電動窗 電動後置鏡 中控 三用音響 真皮方向盤 真皮排檔頭 後雨刷 還有這個冷暖空調了喔 當然各位覺得說冷暖空調 這個好像沒什麼 各位在當時喔 其實還有很多入門級的跑車空調是有選配的喔 那麼再上去的Type R呢 因為它強調的是性能為主軸啦 所以它多了後面的擾流液啊 多了霧燈 然後呢它多了雙油冷 那這個很好玩喔 在頂級的Type X跟入門的Type S呢 它是單油冷而已 只有Type S因為它強調性能 所以它是雙油冷 甚至呢它的避震器也跟Type S跟Type X都不一樣 然後呢它的輪胎呢也是跟Type S Type X不一樣 採用的是非對稱的這個普利斯通S07的輪胎 那至於呢Type X呢 因為它強調是豪華 所以它多了這個特殊塗裝的烤漆 那多了天窗 那這個天窗也還蠻好玩的 各位去看喔 RX7它是一個先輩的跑車喔 它天窗怎麼做呢 很簡單 它是向上向外開啟喔 它沒辦法向內收折喔 要這個這個兼顧裡面的空間嘛 然後呢它還有這個氣囊定速 自動橫空調 賽車PE 而且它還有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叫做BOSS的CD音響 這個BOSSCD音響可以跟各位講一下喔 其實我們都知道 車子裡面是一個非常非常不良的 共振的空間 所以呢在音響來講喔 這個汽車音響的設計的學問呢 跟我們家用音響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呢音響的音響最好是你單純反射啊 這個加圖4B這樣是最好 可是車子裡面也有中控台 又有玻璃又有車窗 又有這個後檔 又有前檔什麼有的沒的喔 這個東西都是不規則的 但是呢馬自達在Type X 這時候真的是泡沫經濟的一個 算是一個產物啦 它跟BOSS這間公司的合作 花了很大的力氣呢 打造出一個他們號稱啦 跑車史上最好的音響啊 各位你去看喔 那個BOSS音響它的主機喔 它甚至放了很大的這個分箱單體呢 在這個後面行李箱裡面喔 很誇張 那聽過這個 聽開過的人講說 這個音響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呢我是沒有親自試過 不過也不得不說啦 當時其實不只是RX7在音響上面下了苦空 當時連Toyota的MR2那個音響都非常非常的好啊 可以說真的是泡沫經濟造成這些泡沫的 莫名其妙的現象喔 所以呢基本上我們可以這麼講 Type S算是入門級的車子 Type R算是性能化的車子 Type X是高級化的車子 所以一開始呢 Type S跟Type X都有這個手排跟自排 但Type R只有這個手排啦 當然很快啦 這個自排就只限定在Type X的這種比較高級化的車子 那還有就是說呢 這台車子它的售價的區間呢 是在這個360萬到450萬日幣 非常的貴喔 必須跟各位講 因為上一代的價位呢 是209萬到323萬啊 等於說呢FD比FC貴了150萬左右 但是呢它引擎出力多了25% 那麼還輕量化了100公斤啊 所以呢這個車子算是把RX7整個品牌形象 整個產品戰鬥力又提升到一個新的層次 這一點呢也體現在它的配重的分配啦 我們都知道一般我們在做FR也好 或在做這個前中置引擎也好 一般我們會強調說前面的配重是52後面是48嘛 因為你在加速的時候這個重力會往外丟 往後丟啦 但是呢RX7這台車在FD很好玩 它堅持是50比50 那它的用意是什麼呢 我看到原廠的說明了 有看沒有懂啊 因為其實RX7在第一代它的配重是50.7比49.3 第二代呢是50.5比49.5 第三代呢是50比50 但是呢它強調的是說呢 它的配重呢跟一般典型的52比48 它的動態反應是不輸人的啦 畢竟這台車子呢在FD來講 它比FC又更降低 駕駛座的椅子比FC降了5公分啊 重心比上一代降了2.5公分 引擎呢也比上一代低了5公分 車頭低了7公分 整體車高低了4公分 再加上它的車寬呢是有加寬的喔 所以這個車子 據開過人都說啦 這個車子真的是牢牢的吸在地上 而且不要忘了喔 它在Type R 也就是性能款的這個版本呢 它的馬力重量比為4.94 也就是一匹馬力只要負擔4.94公斤啦 這算是世界一檔一的超級水準了喔 而且呢它的車重呢都比這個同一車輕很多 在Type R它的車重只有1260公斤而已啦 好那麼在一開始它上市的時候呢 1991年12月上市的時候呢 我們一般是稱為R1 那我們剛剛講在日規 有所謂Type S Type R跟Type X 那在美規這邊呢 基本上它的配備會比較好 美規就已經標配了氣囊 而且美規還可以選配一個Turing Package 那Turing Package呢就包含了BOSS音響 真皮座椅呢還有電動天窗 相當於日規的Type X 那麼在這個上市不到一年的時候 它推出一款限定車叫Type RZ 限定300台而且價格呢是405萬 也不便宜 那Type RZ多了什麼呢 它多了專用避震器 而且它配胎呢到了當時那個 背耐力剛出來的P0 還有Recaro座椅 並且呢把它的變速箱中傳比調成4.3 那它把後座給砍掉了 為了要減輕總共減了30公斤 但它只有黑色車身配灰色的鋁圈 這也是FD第一台限定特殊車 我們要跟各位講 FD在販賣的11年當中呢 特殊車真的是滿天飛啊 這個我整理起來是頭昏腦脹 那我們詳細關於這個FD 它後來的小改款的演變 以它特殊車的狀況呢 我們會在下一集節目 繼續跟大家好好的分析 這裡面真的是很複雜啦 但是裡面也算是很精彩 因為你真的要找到一台日本的跑車 這個車系這麼的複雜 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也都蠻有趣的 看得出來呢馬自達真的很用心 在做這台車 也難怪這台車可以成為日本 當時幾台跑車當中呢 最受歡迎 活最久 產量最高的一台車 OK好 以上是我們今天節目內容 跟大家聊聊RX7這台車內裝的設計 還有它發表時候呢 一開始它的產品陣容 那麼也感謝各位的收聽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其他精彩的節目 我是SELZIR 我們下午再聊囉 拜拜